在道场厨房服务的义工有几个疑问 第一个字 若英无法回家准备事物 就在学会把事物带回给家人 请问是否如法有没有罪过 要给学会负责人报告 如果你的学会负责人同意 当然可以 你就没有过失 如果没有报告没有说明 自己拿回家 这叫偷 这个要偷到 说明了那就不是偷 这个你跟学会佛物 学会当然要供养你的家人 为什么你的时间在此地 这是如理如法的 第二有同学 拿菜到道场来煮 之后来一些回家 请问有罪过吗 都要说明 就没有罪过 他拿着很多菜来煮 他走的时候带一点回家去 供养家人 这是离所当然 但是都要别中 就是都要告诉 这个常住的主人 或者是一次告诉就行了 我们常常会带来 可不可以 这行 没问题 那说了一次以后就不要天天说 听天说也麻烦 这个可以的 第三 他因为有时 很难预算 到场供修的人数 若有多余的饭菜 是否可以赠送给 非牟利团体 这个可以 如果我们 这个粮食 蔬菜 油盐有多的时候 都要送 你看我们过去在这个 新加坡 新加坡巨石林 我在那里提倡 三餐免费 供养大家 不管是 学佛不学佛 到旧苏林 随时都有吃的 夜晚都不例外 这24小时开放 晚上有热的点心 有馒头 有包子 有牛奶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豆酱 有茶水 日夜不间断 这个开了之后 过地方信徒 太多了 所以巨石林 做这么好事 做了几年 没有花过一份钱 也没有买过米 也没有买过油 过方的送太多 太多是吃不完的 但这个不能留 那怎么办呢 新加坡许多宗教 他们办孤儿院 办老人院 缺乏 所以我们每天 有个小卡车 专门去送 这个是如法的 这个都是慈善机构 我们有多点 要帮助他们 这不分宗教 这些慈善机构 就帮助他 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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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 好事情 好事情 就是 对 我 好了